看影片之前记得订阅鱼一YouTube 有你们的支持 我们才可以走得更远 今次我的新歌叫做 这首歌是一首跳唱快歌 这首歌是讲我这四年出道以来的 工作的价值观 或者是生活上的态度 就是我一直都不停地冲 不停地鼓励自己 只向前望 不要理会任何东西 所以希望藉着这首歌 可以鼓励到大家跟我一起 有这一个比较积极的价值观 无论是生活上 工作上 任何事情都可以积极向前面对 今次这首歌 我和Dee Sir和彭坦再次合作 今次我特意下一个小小的要求 不想有任何认识的手势 我想这首歌是有这么快得这么快 有这么密得这么密 有这么辛苦得这么辛苦 因为今次整个舞蹈 pattern上 肢体动作上都好像 好像跑步 不停地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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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但真的很累 但是 配合一首歌 这首歌 我自己觉得很新鸣的 因为整个MV的主题都建构在交通工具上 用了地铁 电单车 和各式各样的私家车 用了不同的场景来比较速度 我的角色是一个超光速的人物 所以就是不停地和时间竞赛 甚至去拯救很多不同的人 我自己觉得很好玩 因为我自己第一次在隧道里面拍摄 平时经常过隧道 其实我每天都会过隧道 就是没想过可以突然间整个隧道 都空了自己一个在跳舞 所以是很有趣 在隧道里面其中一个shot 是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各式各样的车 在那些车上面拍一些mood shot 或者一些唱歌的shot 要有movement 又不可以挂回别人的车 很难 就是你stay still 的话又很奇怪 但是你又要动 但是其实我衣服上面 里面有那些力扣 铁的那些物体 我想是我拍摄最紧慎的一个shot 就到了 这次是第一次我坐电单车 应该是第一次我碰电单车 就是我完全是未碰过电单车 未上过电单车 完全未 这次第一次接触乘搭电单车 原来有一个很奇怪的事 就是上电单车是挺难的 因为是要跟踪的人才能使用到的 对上一次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应该是 两年前 我估计 所以 其实都挺怀念的 所以我在拍Pahannessin的时候 我有模仿 就是扮望出地铁车厢外面 那种感觉是 好像刚刚出道那一陣子 乘搭地铁的感受 都 有机会的话 都想和大家一起去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是一个MIRROR出道的 自己一个小回忆 是 有机会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